大家好,我是NetKiller 欢迎观看我的NetKiller Linux手扎系列视频 本视频是NetKiller Linux手扎的配套视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快速搭建Gate服务器 在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版本控制服务器 通常会使用第三方的服务 例如微软的GateHub 还有开源的GateLab 以及一些国产的代码托管服务 出于安全的考虑 一般我们不会把代码放在网友网上 当然也不会使用第三方的代码托管服务 因为第三方的服务是在公共服务器上的 是做逻辑隔离,并不是物理隔离 本质上还会存在一定的泄露风险 我之前做过腾讯扣定的产品应理 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系统的漏洞 泄露了客户的代码 还有一个案例是被其他用户攻击 黑客直接讲一段木马片段植入了别人的代码当中 就这样一段非法的代码就被植入到了正常的代码当中 由于开发团队没有做code reveal 这段代码被当作正常代码 在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的过程当中 这段代码片段就被合法地编译到了软件包当中 直到某一天公司发现异常 才发现这段代码 所以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自己搭建Gate服务器是非常有必要的 很多80后的小伙伴都经历过搭建CVS跟SVN服务器 在那个时代CVS跟SVN并没有外部管理界面 后端只是个守护进程提供一个socket服务端口 它们的外部管理界面更多是附加的 主要用于浏览代码、比较代码和查看一些历史记录 进入了Gate时代 开始我们也是搭建这种基于socket的服务 但是后来外部服务成为了主流 这得益于GateHub的推波入栏 所以对于很多90后小伙伴来说 它们不知道怎么搭建Gate服务器 而是使用整套的解决方案 例如GateLab这种服务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搭建一个最简洁的Gate服务器 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在疫情期间公司需要远程办公 这样就需要连接公司办公室内的GateLab服务器 这种连接方式是极其不稳定的 于是我们临时决定 讲Gate服务放在互联网上 等疫情过后再迁回办公室 如果还使用GateLab就需要增加一台云主机 这样就会产生IT成本 安装配置又需要时间 我们有大量的版本库需要迁移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于是我想到了通过SSH来共享Gate的解决方案 我们只需要随便找一台服务器 在服务器上创建个账号 然后讲本地的代码push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开发人员只需要把本地原代码的远程地址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准备环境随便找一台Lineux服务器 登陆到该服务器创建一个Gate用户 并且给它指定一个密码 你不想每次输密码 可以使用密钥的方式进行登陆 账号创建完毕之后 我们使用SU切换到该账号 或者新开一个窗口使用Gate这个用户登陆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新建仓库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迁移现有的仓库 新建仓库运行当天屏幕上的红色命令 在我们的远程服务器上 首先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仓库的名字 习惯于先创建一个文件夹 用它来做组 在组的下面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就可以把相关的代码放在同一个组下面 文件夹创建完成之后进入 进入以后使用触始化命令 触始化为仓库 现在仓库已经触始化完成 我们使用LS命令 查看一下当前目录都有哪些文件夹 这就是仓库的标准文件夹 其中config就是仓库的配置文件 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本地电脑上 运行当前屏幕上的两条命令 用于设置Gate的用户名跟邮箱地址 用户名设置完成之后 现在就可以客龙代码了 客龙代码以及添加文件 添加代码 这些都是开发人的基本技能 这里就不再多赘述了 现在我们就来演示一遍 我一般在Workspace目录下客龙代码 首次客龙连接服务器 需要确认一次密钥 现在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添加到版本库当中 铺设置到远程 现在使用log查看一下日志 递交成功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牵移现有的仓库 牵移现有的服务器是指我们从其他的Gate服务器 客龙的代码 现在要把它推送到新的服务器上 操作的步骤是跟之前类似的 在远程服务器上 初始画一个空仓库 这里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创建了一个TEST的 NetKiller.cn这个文件夹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地电脑 进入我们的项目目录 在项目目录下有个点Gate文件夹是隐藏的 进入该文件夹有个config的配置文件 在该文件当中可以找到一行UIL空格等号空格一个网址 把这个网址替换掉 替换成我们的服务器地址即可 现在我们打开终端窗口给大家演示一下 使用LS-LA可以查看到这个点Gate文件夹 正常使用LS是查看不到的 必须使用-A 就是当前光标所组织行 把它改成我们自己的网址即可 修改之后保存就可以使用GatePush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本地的私有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从来没有Push到远程 只是在本地作为一个版本控制使用 这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本地帮领库 添加一个远程地址 然后使用Push命令 将本地代码推送到远程 现在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快速临时搭建GateServer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喜欢我电子书跟视频的小伙伴 请给我添加喜欢心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同时也希望您关注我的其他作品 谢谢观看